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在今年任飲年 五年大年初一來到 我們仿山的金昭陽宮 寺新活法師這裡 我們很開心能夠在這個 新年的第一天來見到師父 師父請開始 你師父給我們開示 師父我們學活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學活是要達到什麼境界呢 然後請 是不是最終的目的是 往生西方淨土嗎 請師父給我們開示好嗎 謝謝師父 不客氣 非常好 我們那個大西是 認為學活是要有目的的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學活 我們學活的目的是為什麼 是不是 你自己有一個標準 以你本身的想法 你學活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學活 以你本身來講 師父 謝謝師父問我這個問題 我現在 或許來跟師父講 我這樣的心理路程的感受對嗎 如果不對請師父幫我修正 我是覺得學活的目的 人生老病死 人生不如一隻四有十隻八九 所以說我學活的目的 我能夠學活 很感恩一個 就是我們新加坡的一些朋友的介紹一個台灣的老師 老師讓我們有機會 自己的國堂 然後就也教我們讀經典 在裡面慢慢的一步一腳印 然後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有了一些變化挫折 然後去思考為什麼我們會如此 然後後來就憑著 我覺得菩薩就是給我一個生命的力量 比如說 我覺得那時候我的小孩子還小 那我必須要養育他們的責任 所以我必須要很 確確實實的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 可是我是一步一腳印 又是在跌倒中在學習中 然後在學活 然後聽幾位法師去獎金的那種心境之下 讓自己能夠很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然後也完成了達到教育孩子的責任 現在我的小孩都已經 已經都在他們個人的私人履育方面 就是說不需要再依賴我跟我先生去供應他們一些金錢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很功成身退的人生責任 現在接下來就是我的下半身是如何的去活 用什麼方式來活很重要 我個人覺得 所以說我就會遵照一點菩薩的力量 藉著菩薩的教會 還有像親近我們的四心佛法師 你一般的給我們的開示 給我們的鼓勵中去學習 那我覺得學活的重要目的就是說 我們做人太苦了 我們不希望再來做人 我們希望能夠往生西方淨土 那那個淨土怎麼去 那是要做到什麼樣的經濟才可以到淨土 是不是請教師傅 非常好 妳想不到妳是都要離庫得多吧 對 離苦得樂 希望不要再來了 不要再歡樂 到西方淨土世界去 對 其實不要再歡樂 為什麼有歡樂呢 為什麼歡樂就是我吃 我吃 就是由我像 我像 因為有我像 有我的存在不知道要靠 一切靠的當中 靠它是 不是本身就有的 對 我們會求求不得靠 你的生活的 幸福的當中 就是為了要離庫得多 你要找出 你的靠就對了 因為我們社會國籍 無患處身嘛 對 我們家人要怎樣 我吃肉要怎樣 我生理不可以怎樣 都是一個我嘛 對 修佛的當中 不是 你已經 有所求的當中 你有求不得苦 你有所求 就會求不得苦 有所求 就有求不得的苦 對 有所求 你要達到 無所求的心 學佛的初期 你說這是一個初期 這因為我沒有 建成成佛 你本身的初期的時候 會想法是說 我有目的 我的幸福可能 可以幫我保備 對 對 其實的時候 你來生活就有保備 沒有生活就有全事情 這樣不是不做 對 收興就是像 拜拜不一樣 你學會就學會主比 對 要穿上鐵鐵風 像不做書東西 他去游四三問了 他知道人生 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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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覺得人生非常無常 對 他不知道要去找真正的道 對 所以奉下的英法富貴 是 奉下的本身在做王主 要接王位的職位 對 差不多 都是一樣 你如果沒有鐵鐵沒有風下 有時候有多冷 多平淺 所以你優所求的心 那是一個因優 你收興學會的當中 就是要 學會 收興 學會就學會的行為 收興就是收這個心 對 安定你這個心 你如果想說那時候 我要優所求的心 要找出目的 要到四方 你就會下周公了 就會越來越更難打到 對啊 你如果有心要 向四方 優心向四方 不知道怎麼走怎麼向當 對 今天你的時候就是收興 一定要知道 你知道嗎 四方在哪裡 四方在何時 四方在何時 我們如果四處都要教好 四處 因為我們的地球的經論 日頭昨天 東風日出 四方日落 還有四方 紀錄國 四方掌脫世界 對 要去一句話 心情國透就正 心情國透就正 對 心情國透就正 四方在哪裡 四方在何時 心情何處不正通 心情何處不正通 東哈就是正通 東哈就是正通 那師父請問 你如果放下的也當沒有煩惱了 那為什麼還要修行呢 那我們的修行是幹嘛 修行就是要放下 為什麼要放下 因為我們就放不下 我們是茶 有茶 有茶 愛對茶 有個 upper 有需要 有收集 寶 grandi 讓他要 Parks 謝謝 還有 養 заб 還有玩笑 因為以臺農積極風機 感到的時候都不能入外彎 所以說優秀 優秀求就優秀苦 我們就放不下 我們都說我這個生活不知道要多久 我的事業不知道要怎樣 當時更會成功 會更進步 我們都很多顧慮 很多刊慮 很多刊慮 我們都說要放下 我們都說要放下 我們比較有放下 為什麼要放下 因為你東西 你手沒拿就放下 沒有啦 為什麼要放下 我手拿這本手拿著 我現在拿著喝 如果沒有這個飯 就可以拿著喝 所以說呢 為什麼要放下 因為我們提不動 提不起又放不下 你說 如果真的可以放下 就不用受影 已經你有受影子要放下 你如果沒有受影子 你真的放下 所以還是要經過一個 來心的經濟 師傅就是說 我們也是要挖 挖下去不代表我們身體會健康 是不是 這樣需要各方面 各方面也要賺 那你要賺錢 也要賺自己的力量去做 不是說我要放下 我就放收材去 我們是不行的 是不是就是說 要想好要怎麼賺 好好的去經營 比如說經營我們的身體 經營我們的需要 還要衰養 還要衰養 你要好好去衰養 你就不要去看來 到底會發生什麼結果 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要有那個清淨的心 不要貪稱吃 不要說要大心肝 這樣感到 是 我這樣說 感到是 非常好 我們不用貪稱吃 我們自己說而已 其實如果說的時候 我這裡 把我買到 我出貨去可以賺10萬 然後把我買去 我們算不清楚嗎 每個人貪稱吃 不是他們說的 貪不得庫嘛 你要順利自贏 得主我姓 輸主我命 對 就是不要很掛礙說 你到底 你本來 你要 你的滿分是100分 可是我們就盡量去爭取 也不一定說要100分 我們80分 70分 60分都沒有關係 這樣是嗎 你要設定幾分的話 那你會很痛苦 其實 輪到無益品質高 無益可遇 你如果還有一個用鹽的當中 你有一個希望 你就有希望 所以說的時候 我族問根源 不問說好 我今天正做了 對 天做大家要把我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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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放在那裡 或是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那些都無關 我已經盡量了 我用心不要操心 得主我姓 輸主我命 這個輸 這是很重要 相信說 我們 還有很多 我們的 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的 活友 他要 把這個做得很完美 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你 還是要保持那個 平靜的 清淨心 就是你的心 你要很盡本事的 盡你的本事去做 可是 你還是要 很辛難的 去接受那個成果 這樣是嗎 其實的時候 萬半 都是命 半點 不由人 在那些時間 你都要請問 比不完 對 有人在嫁 有人在不怕 這事實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 師傅 請問一下 這個就是仇業的人生 對不對 為什麼 你說的 有人 咬著金湯匙出事 有些人生下來就是 身體不好 還是說 沒辦法失之健全 甚至他的家庭都 連吃飯都吃不飽 所以差別很大 所以 這就是 仇業人生 因為我們的 累事的 因為累事的 之前的福報 所造成 所以我們還是要 盡力 就是我們這一輩子的人 還是要很 很認真的去看待 然後也不要說 一定要很強求 這樣是嗎 師傅 過去的因 變成現在的業國 對 你現在的思想 就是業障了 對 對 所以 你本身的話 英國業力 人過期的時候 我就請教你 在說 人過期在行善報得 禄善後世 正過 正過 正到 正到 每一個人的營業 沒有一樣 我們今天 屬於所做的沒有一樣 後來西洋 滴到的報仇也沒有一樣 所以你說會的時候 這是一個 酬業 我們報酬的酬 酬屑的酬 酬業 因為你今天 你今天 最常說 看人家人 你那一堆八錢出來 還要過年 我也是 人家 人家 人家一百萬出來 你跟我一本婆婆 提 小姐 我領五十萬就好 是 你就不領五十萬 你要領五十萬 對 你就領兩萬而已 不然我領十萬 好嗎 你可以領兩萬而已 你就兩萬就領兩萬而已 沒有人 你就不 種那個 金庫在那裡 你就不 駕錢在那裡 你要領那個錢 所以 因為你的情是因 會產生金庫的效果 我們今天 有時候 人家都很會比 比到 要貪到要死 對 所以說 你如果錢本分 我們可以當時 做好自己 這頓的念頭 讓你得到 你得到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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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 我會做金門修 我會進步來 我會去生修 鋼丸修 洗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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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忙如煩嘛 煩好究竟啊 你看 你以前做做人 漂亮 當 嫁 生兒子 到外國 又回到台灣 這 一切的事情 你看 你做做人 還會有存在 沒有啊 你做小孩 你做小孩 還會有存在 都是如忙如煩的 煩好究竟 這洗甘 沒有一時 一切無憂心 沒有一切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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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動作是真正 所以 心肝比較在 蓬蓬清 這樣不聽意思嗎 所以 我們盡量 我們盡量 要先清楚 先明慮 先明慮 師父 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們要收到什麼程度 怎麼收到什麼程度 可以收到 離苦得樂 我們就是要離苦得樂嘛 對不對 對 不要說王生 就是最基本的一點 要在生的時候 離苦得樂 那不是這樣 太悶悶就好 要收到王生 健身也是要睡 我也要王生 要王生那裡 對阿叔 我們這都反夫啊 人要死啊 要快就要煮 煮中心 煮要給我 人要是要收 要給我 我們就要死 其實煮到死的時候 那是反夫 沒有生好處 我們家人死了 你知道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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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有精神 到這段 已經過一天了 你知道 睡不覺就過四人了 就是這麼簡單嘛 對 你王生 我們家人都在拚生死 對 你拚來拚去 三吋開宅 千百雄 一旦無雄 萬事休 你一口氣不來 你哪有什麼錢 你哪有什麼錢 你哪想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有的 沒有的 所以受興 沒有了解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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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境界 你對 你對 酷我們對 因為酷我們就不放 我們自己摔 相對的 人都不是別人 自己摔 我們看到那個境 很像我 碰碰青 聽那句話 不會摔 我們一定要借老贏 是啊 我對不修理 就說過 對 說過 五萬 都在做中間人 我師傅 我唱會 每天都在唱會 每天都在不對 對啊 為什麼 那是十三 都沒有教育 你就沒有兩百十五千 所以 只要拿教育 第三十五千 所以 我們後年開始 要跟那些 每天都會 每天面對 那種 錯誤的方法 跟錯誤的做 的過程 都要給它改變 對不對 師傅 改變不是用嘴說的 這樣嗎 因為剛才會 跟它本性 真的 我們就 我們就 看到 聽到 我們的心肝 就下距不下跌了 那還會濕性 濕氣 今年本來 本來 五十九歲 五十九年的習性 更改 好像也蠻困難的 根深蒂固 師父 阿彌陀佛 請你 一定要 神實時跟我們 提醒 你又 又來了 要更改一下 要放個思維的方法 對不對 來保持那個 清淨心 然後離苦得樂 是嗎 阿彌陀佛 有說過一句話 對 藥不飛頭 隨為你 救口 救人 藥靈飛頭 合適我 代足代比 對 你自己 有些人要打開 你都坐了 不要擺 什麼人也叫你 不對 對 你能改變 改變我們自己 我們的心態 要改變 我如果想起 寫中 我還有一句話 我非常非常的感想 我如果想起 跟我的事 我照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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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跟這個思議 真的想法 你的業力 現前 你沒有一個神氣 有一個對待心 你的心氣無病 心氣無病 就憤怒 萬壇 親信 公告 五萬 十種心 在那裡 那心 就非常熱心 要哪有心 好 心沒穿 要有滴味 就是這些衰煩惱就來了 現在生就乖生了 做不成了 命就外交了 外交就睡不去吃了 辛苦不疼不來 縮縮要緊要改革 目頭到目頭到 一定愛的時候一步一腳印 希望不是在做話簽的 不是在做話簽的 不是什麼境界 對啦 你的一步一腳印 你自己吃下去的飯 出下去的工作 我們清清楚楚 謝謝師傅 真的是 阿彌陀佛 這個短短的講進我們一生 在錯誤的追隨 錯誤的追求 那沒關係 我們隨時在更正自己 我們離我們完美的人生會越來越接近 而且我們會 以後就是我們在收拾好果的時候 是嗎 是 你算君主的台度 很多人都會把他放在他的臉 你可以彈彈彈彈彈 像我們不是拿在臺灣上 對 不怕人笑這種君主 那位都說好 我們都會算 有夠好的 我有夠足夠的 我有夠足夠的 我有夠台風的 那種人都沒有台風 所以真的要受傷的人 就是面對 相對的 相對的的人都不是百人的 好到壞 相對的的人是我們自己 我們不幫人刷 就不是不幫我們自己刷 對 都在做種子 要感恩 謝謝我愛你 對不對 你真的很好 真的 太棒了 真的 你真的很好 真的 我們兩人跟社長來 我們都說我很到 至少兩餐飽了 對不對 然後又學到很多回去 明天住二餐 晚上上 離開這個地方 馬上身體力行 我們都有人這麼好話說不出來 拍話說真正 要說一下感恩 謝謝 我愛你 說得出來 好啦 師傅說得好啦 謝謝 我愛你啦 要誠一領 清楚很便宜 對 我告訴我們人 好啦 還有什麼事情好說嗎 都掛掉了 哈哈哈 拜託 要用心 真正的經營 我們就要人尊重 我們為什麼不尊重人 對 你要知道 不要說 給人家壓力越大 反彈越大 因為我要報仇 因為昨天他對我態度不好 今天我已經準備好 都不要跟他講話 啊 玩玩笑笑 玩家其實有 我跟你說 師傅 師傅 我都說給你聽 我叫我行為 兩隻羊 要過 這個獨木橋 對 讓不少女兒 兩隻 每個都放到外面 對 對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都是要賣巨商 對 啊 師傅 這個玩笑笑 師傅 我們這裡 最晚還要來點天燈 嗯 放天燈 對 放天燈 請教師傅 你可以告訴我們 放天燈的意義是什麼嗎 為什麼要放天燈 然後 放天燈跟孔明燈 是一樣的意思嗎 天燈跟孔明燈 孔明燈 你的境界孔明燈在什麼 主角 主角孔明啊 對 孔明燈 有點孔明燈嗎 我是看網路的 我不知道 對 不一樣 其實我都不懂 真的不懂 你要說孔明燈也好 要說元燈燈也好 這樣齁 現在你放的時候 放你菩薩燈也沒關係 對 我寫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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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放著 什麼人的燈 對 其實萬法 萬法都由心去 萬法由心別 對 我們的半天的田燈 就是過去的人 對 以前就是在 蒸餅蒸 什麼 這蒸餅蒸 大蒸的餅蒸 我就沒人家 對 我們家就乾苦人 你們在蒸很有修性 對 你記得 你如果沒人家 時下 一些來 分圓 完全要用唱的 就用那個 祖雄工廳 一些 這些時候 訓練一些人 要去唱你的 東西 好 那人要去拚 要怎樣 要先放上面 改通地 要去拚的時候 怕這些 婦女 這些老人 當中 這些時候 小孩子 老人 像走去 那個 人的 尚工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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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 當中 他們就說 你們小孩子 現在要拚 當中 老人家 可能 應付就好 那些老人 跟小孩子 比較 負責 你們都 把這些財產 貴重的東西 拿到旁邊 若你輸的時候 若你輸 若你輸 你不要回家 比較安全 若贏的時候 若贏的時候 我們扳田丁回家 扳田丁 扳田就是代表 可以回家 那是信號 是最值的 現在 未來 我們演變這個扳田丁 就是說 像我們的心圓 像我們的 這個心圓 點一段 很嚴嚴的田丁 兵部最通 希望說 我這個田丁 放棄 代表 我今年的狗 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來切齊 好還是不好 好 就照清楚 我們在擲盤一樣 OK 也有清楚 我們在 抽籤一樣 是 擲盤一樣 對 都有一個法 讓我這樣飄飄飄 看你的狗的 順勢如何 這田丁 很有趣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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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過頭的時候歪高起床,背部背頭的頂端這樣燒燒去,不怕浮潤去 那就是怎樣?人的過年運動不一樣 要這個白文不足的意見,你沒去看得到,你也沒辦法清潔到這個情形 請問師傅,為什麼一定要在元宵這個江月十五呢? 其實放這個天堂不一定什麼時候,要優勢也不一定看什麼時候 要拜神不一定要看好去判斷 要做好事也不用說,就是元宵,因為元宵街當中大家都從田冠蘇浩大地 元宵街大家就點營,是光明志儀 人家說未到十五公明少,就是十五多月長年的時候 要用一個基球,也要求天官舒服財心而已 要幫助我們的財務比較順暖,賺公明 利用這個十五的公明,照耀到我們的田丁 照耀到我們神的公采,那個是假優的,但用良事結束 我們哪有一個... 一個寄託,一個意義 甚至我們拜祭也都是賢妙的,我們說 我們在慶祖教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人在無奈當中,叫神給我們知音 我兩條路不知道要怎麼走 不知道做得更好,沒有做得更好 要收藥要繼續得更好 我們心不在那裡打掌 我們的心不在那裡,我們自己的地位不在那裡 都會救助他,神來幫忙祭祿吧 對,對 那也是真巧的時候,我們在那個聖月時 十五多公明,每個人有拆拆的當中 有基神祝福的時候 有在把天官舒服大地祝福的時候 利用這個機會,尋釋雲 那也在那時候,向我們的希望祭祭在這個田丁 希望能夠祭祀 各位觀眾朋友很開心 今天我們跟清朝延宫的四星火法師 為我們開示 相信中,相信這些 師父跟我們開示的這些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個疑惑 我相信大家聽了這一段時候 一定是讓你的心中更舒坦 更能夠知道說 你接下來是要怎麼去身體運行 然後去修行 就是說這個萬宵禮 也會反映這樣進度 可以來跟我們的 我們今朝陽宮的辦事處報名 你可以來點燈 點起你今年 開啟五年的光明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來點 也大家都有受益 謝謝師父 阿咪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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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老婆